據報有鷹派中國官員建議 在美國近日就疫情散播 針對中國的陰謀論之下 應該和美方重新談判 首階段貿易協議 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說 無意重新談判 兩取三報道 英文版環球時報報道 有中方貿易顧問認為 中方應該宣告現有的協議無效 向美方提出重新談判 尋求更有利中方的貿易協議 又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 近日加強以反華陰謀論 掩飾處理疫情失當 終止現在的協議更有利 認為美方無法承受重啟貿易戰 報道說 一個前貿易官員認為 中方或者可以以現有協議中的 不可抗力條款重啟談判 那個前官員又批評 雙方簽署協議之後 美國繼續加強在政治、軍事 和科技上對抗中國 如果中方在貿易上不讓步 可以令美國進退為高 中美貿易代表上個星期通電話 表明首階段協議的履行 進展良好 雙方會定期溝通 有線電視記者梁翠珊報道 美國白宮先後有職員確診新型肺炎之後 總統特朗普指示發出新指引 要求職員在身內戴口罩 不過他本人就繼續沒戴 他又說 今次處理白宮的疫情做得很好 李健生報道 特朗普在白宮交代協助 地方加強檢測等措施 他證實是自己下令改變指引 要求白宮職員戴口罩 指引備忘要求所有進入白宮西役的人 戴口罩或者以衣物遮掩面部 又說除非有必要親身處理事務 否則就不要到訪 有記者質疑當局怎樣能令民眾放心復工 因為白宮的疫情都未能控制 現場展示了多部檢測相關的裝備和儀器 特朗普又宣布投放10億美元到地方 用來加強病毒檢測 今個星期病毒檢測總數可望突破1000萬 今個月將會分發近130萬支樣本採集 行到各州 有線電視記者在健身步道 一手長間有線新聞